多国人士指出 美国持续升级 对华经贸摩擦的做法 是在挑战多边贸易体系 和国际贸易秩序 美方的这种单边主义行径 对自身无异 更会损害全球经济增长 塞尔维亚中央银行行长 塔巴科维奇 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表示 美国在打压中国企业的同时 必然会伤及自身 对待关税问题反复长 说明美国内部 对这场贸易战争论不休 他们应该明白 贸易对峙中 首先扣动扳机的人 也会先付出代价 这就叫回旋标反噬 贸易战最严重的后果是 越来越少的企业家 愿意投资制造业 英国伦敦金融城政策 与资源委员会前主席 邦莫凯也表示 美方持续升级经贸摩擦的做法 违背国际经济合作常识 狭隘短视 对于使用中国钢铁生产产品的 美国制造商 增加的关税会造成 生产成本大幅增加 在美国你已经可以看到 美国制造商在说 美国政府的举动 也伤害了我的生意 国际组织官员 以及多国专家也指出 美方一意孤行 不断采取错误的 对华贸易政策 给世界经济造成负面影响 这种态势令人担忧 因为全球经济会受到摩擦 等等关税这方面的拖累 所以我们希望有关各方 回到多边体制框架内 从而实现有规则的 透明的公平的贸易的 一个体制和框架 美国政府单边贸易保护主义行为 会对国际贸易造成负面影响 这种行为造成的负面影响 涉及方方面面 既会让国际贸易额减少 还会打击各国的商业合作信心 感谢观看